美国资深政府官员表示 总统川普将向国会提议 要求削减150亿美元开支 包括民主党力挺拨付给儿童健康保险计划CHIP的约70亿美元 相关消息曝光后 引起联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数目反弹 中央社档案照片中央社华盛顿7日综合外电报导 美国资深政府官员今天表示 总统川普明天将向国会提议 要求削减150亿美元开支 其中包括民主党力挺拨付给儿童健康保险计划CHIP的约70亿美元 路透社报导 共和党数周前原先建议削减大约600亿美元开支 白宫和立场保守的共和党 国会议员不愿和民主党报发新一轮的预算之争 于是将削减的规模降至150亿美元 资深政府官员说 初步的削减预算计划所定未用的联邦资金 这对2月达成的两年预算协议没有影响 一名官员说 未来将会削减更多无效的预算计划 其中包括川普希望从预算协议中砍掉的一项大笔支出 削减儿童健康保险计划预算的提议 已引起联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查克舒默反弹 相关消息曝光后 舒默发表声明说 对川普总统和共和党而言 破坏我们健保系统 对中产家庭构成伤害似乎仍显不足 他们如今将目标所定数以百万计而同仰赖的健保预算 尤其是在流行性感冒和其他致命疾病爆发的时期 资深政府官员对记者说 削减预算不会伤害这项计划 川普政府也将提议削减先禁忌数载具贷款计划43亿美元 官员说 自2011年以来 这项计划未再贷出任何款项 译者 刘文鱼 何稿 严思齐 107000500